就这5月5总的这个钱失踪了震度 然后手机上这个钱全部都专走了 不敢放钱了已经 我们是在市场里面的 我们是做生意的 7月9号我5亿总翻这个账字 查账字明细的 然后一看我莫名其妙的三百账 这也打击金钱同意扣走了这个钱 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我也没有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 从关女士的这个付款记录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商户的全称呢 叫做郑州市郑东新区月果多水果商行 在5月9号呢是有一个500块钱的付款记录 在6月16号呢是有一个500和一个700的付款记录 加起来呢一共是1700块钱 肯定就纳闷了 要是我们买水果要去消费了 不说啥 关键是地方都不知道 也没去消费 那天这个时间多少你在干啥呢 这个时间我应该在家里 不可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消费 买了700块钱的水果 那个你有没有问过你家里人 他们有没有去那边消费 没有他们都没有上那边去 我的手机他们都不拿 我没有送他的钱 他手机我不用 我的密码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我们都一人有手机 他手机我从来也不找他 平时你有没有用过他 我不用 不用是吧 嗯 我都有自己的手机 那手机我肯定想要能追回点追回点 在一个说的 我得知道这个钱是大人还是总的 现在呢关女士一家人啊 是都不知道这1700块钱的付款记录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从网上也查到呢 这个月果多水果商行 是在郑东新区的新一路和盛河街的交叉口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路上 正准备赶往这个商行去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签我那家带着水果我也不许 太远了 其实古迷你想想 导航显示的是 咱过马路 过马路往这边去 没有那么卖水果这个闷店呢 我们找到这个商行 咱这一六有这个店没有 我不熟悉 我不常卖水果 大城医院呀 嗯 那没有 所以哪有这个水果店呀 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是吧 嗯 老师您刚才 你有没有听说过 那我们现在呢是跟关女士一起 是来到了这个 盛河街和新一路的交叉口 可是刚才我们找了这个 好几遍 根本就没有发现 这个所谓的正东新区 月果多水果商行 如果说这个商家都不存在的话 那这1700块钱 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呢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问题 反映给微信支付的客服 这个商户我们来看 确实找不到这个商户 对不对 这怎么能是正常消费呢 有没有其他指导支付密码 没人知道 只有我一个知道 那天天那个底儿 是不是去别的店买东西了 有没有 没有 确定没有 那微信账户 要不要冻结账户保护资金 要冻结吗 冻结 咱们都没有支付 支付钱 要支付钱了 何必再去 麻烦人找是这么多事来 会不会是有一些 这种安全隐患啥的 你们这边 要不要自查一下呀 毕竟这么多人用微信支付呢 不仅仅反复到后台去跟进 你留意我们过专查 经过这一上午的了解呢 我们也是感到很纳闷 这一千七百块钱 到底是去哪了呢 如果真的是像关女士说的这样 这钱莫名其妙就没了 那确实让人越想越害怕 因为微信支付呢 我们几乎是天天都在用 用户的人数呢 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希望微信这边呢 能够尽快查清楚原因 好让这个所有的用户放心 同时呢 也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等信息 以免呢 给自己造成一些损失 给自己造成的 感谢观看